首先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现在很多战机 真的是很多国家在看 因为CP值很高 想要买 那这一架呢 真的运20要有出口版了吗 这是南华早报呢 跟欧亚时报最新的报道 其实运20的运输机 它的出口版叫运201 那2023年就去年了 在杜拜航空展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了 而且据说已经做好出口准备了 其实呢 它的代号叫昆蓬 但是因为它胖胖的很可爱 所以这个网友就帮它军事迷 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胖妞 那胖妞据说现在谁想买呢 奈及利亚 胖妞呢其实啊 它很厉害哦 最大的载重量666吨 然后最大的飞行 它可以飞7800公里 如果以中国大陆来看 如果从中国的西方开始飞 它可以飞到非洲 如果从海南开始飞 它可以飞到澳洲去 那么中国大陆也是 继俄罗斯美国之后呢 成为第三个可以自己制造运输机的国家 那其实之前大家都在看美国的运输机 常常拿来比较嘛 那如果说是俄罗斯的就是伊流森 96的运输机 那美国就是C妖怪 那中国的运20算是最新的 而且呢 它前一阵早上也是换了中国大陆 它自制的一些零组件 那么现在大家也在看 真的有机会外销吗 运20 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想买 因为它是一个新产品 我印象中去年好像特别的万里飞行 飞到的塞尔维亚 去提供宏旗22的防空武器 送飞弹也是可以 送飞弹还有飞弹发射架 还有送物资 对对对对 还有在救灾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运输机 一般来讲的话 军方的运输机跟我们的货机 有什么不同 我们货机要求的那种 所谓起降的机场的标准 特别高 不像军机 因为战场形势很复杂 要求不可能那么高 所以对于一些 一些国家的机场建设 不是那么的多 在救灾的一个降落地点 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对于这种机场设备 比较差的地方 运20是天生最好的运输机 艰困的这种 对 你不可能要求那么高 对 跑道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的机场 哇 多长啊 跑道多漂亮 多笔直啊 运20厉害就是说 那么就很好用 对啊 就像那个跑马 那个野狼啊 那个什么战车 吉普车一样 什么地方都可以起降 它有这个特殊的功能 当然也要很好的跑道 可基本上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它紧急起降的地方很多嘛 军机就有这个特性 那奈及利亚是真的有接触中国说 哎 可不可以便宜 让我卖给我几架 为什么奈及利亚这个需要 奈及利亚人口两亿 至于到哦 它是一个人口很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第二个奈及利亚土地很大 它有92万平方公里 是蛮大的一个土地的国家 所以几乎相当于新疆的差不多 百分之将近50或60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面积 所以对于它 而且它的公路运输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军机是派得上用场的 所以奈及利亚有这个意愿 那大陆要不要这个供应啦 因为武器军机的买卖 考虑会特别多 比如说第一个我卖给你 奈及利亚在旁边也不是 每个国家都跟它很好啊 那我卖给你其他国家 会不会表示意见 军事武器通常会有这个问题 比较敏感 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不卖给 什么F-35 F-22卖给沙奥地阿拉伯 因为怕以色列会不高兴 那以前如果让伊朗不高兴 美国因为你卖 以色列不高兴 美国就不敢卖了 到底在这里 到底谁听谁的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战机的话 我想就是会卖了 但是新武器 注意到你不要以为运输机不是武器 运输机也是武器 对因为它在战争的时候 我们说在两栖登陆的时候 再坦克它也是可以的 再坦克等等 或者运送部队到紧急发生事故的地方 大概很少有这么好的设备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刚不是说到美国也有吗 波音的C腰拐 之前称之为全球霸王很厉害 我告诉你也停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订单不多 一样没有订单停产了 可是你相反的你来看 中国大陆发展运20比美国晚 但是现在订单才正要起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运20到底有多好用呢 其实在甘肃地震的时候 在去年12月18号甘肃地震的时候 救灾就派运20 然后送物资到阿富汗也派运20 然后支援2022年巴基斯坦不是洪水灾害吗 也是运20 还有一个更早的时候疫情的时候 送疫苗送口罩 也是运20 好但是现在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中国大陆 我们说美国就是 现在面临一个窘境 它有这个技术 但做不出来 第一可能太贵 第二它的生产线问题 但中国大陆的生产线呢 现在就换了一个 我知道这个 来这边 脉冲线移动的部分 美国国防部去年的一个报告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现在有2400架作战飞机 为什么产能可以这么多呢 归功于脉冲装配线的应用 2023年甚至是超额量产 这个脉冲线 这个就要请教蔡博士了 这个蔡博士的专业 我在这边再跟大家来补充一下资料 再让蔡博士来讲 中国航空工业旗下有 陈飞 西飞 省飞 去年都是超额的交付目标 陈飞最有名的歼20 然后呢 去年呢 12月17号就完成年度生产任务了 我跟你说 绝对都是没有在压线的 都是提前完成任务的 西飞最有名的运20轰6 在12月20号就已经完成了 沈飞11月25号就把它年度任务已经完成 而且创纪录 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歼15的舰载机的部分 不对应该说歼15以及呢 FC31舰载机的部分 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 也开始使用所谓的脉冲装配线 所以中国大陆的飞机 未来只会造的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快 那美国到底输在哪里啊 其实脉冲生产线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就是流水线生产线的一个变异种 因为汽车相对比飞机来的简单 所以对于这个汽车来讲 你可以从一开始到最尾巴 就有一个流水线的生产线 整个怎么样一气呵成 可是飞机就是 对不起啊 它有个地方比较复杂 所以它就改成什么 叫做称之脉冲式 就是比如说 第一个工序到第五个工序 是一个站 然后做完了 又会中间会累积一段时间 再来进行下一个阶段 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那看起来就像脉冲 就做到这边累积一堆 然后下一个阶段消费一堆 那所以叫做脉冲式 哦原来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线的变种 因为飞机你要完全做那个 因为实在是有点困难 所以它改用这种脉冲式的 会有点在我们看那个什么 我们看那个脉搏跳动有没有 高高低低的 会有这种现象 但这也是很进步了 已经是一种变形的流水线的生产线 可是对不起 美国做不到 对 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的很多的零组件的工业 经常是进口的 所以经常会发现说 哎呀那个F-35的飞机里面 哪个零件是中国做 哪个零件台湾做的 都会出现嘛 如果有短缺 它就没办法卖冲了 第二个它订单没那么多 第三个它真的很贵 每一样都要很贵 那对不起 很贵我开个生产线干什么 就叫别人带工作就好了 经常你看到在原地 组装一群人在那边弄完组装 到下一个阶段 第二台飞机又这样来组装 所以是 这个被组装的东西不动 人在移动 可是脉冲式的是东西在移动 那人不动 对 所以就看到不一样的 而且中国大陆 前一阵才有消息 胡鹰31 FC31 在中国大陆被称之为尖31 但出口版就是FC31 巴基斯坦也要买 而且巴基斯坦买中国的军机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们现在已经有 尖10C的猛龙战机 大概有20架 以及跟中国大陆 一起生产线的JF-17 还记得吗 骁龙战机 那接下来如果 再得到FC31的胡鹰战机 当然提升他的屠房能力之外 是不是有可能 你知道他买了中国的飞机 那美国的飞机订单就少了 F-16被取代了 不是说被取代 因为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 就比较复杂 因为美国要讨好印度 所以不可能卖给巴基斯坦太好的东西 这是一个美国政治一个限制 他动不动讲印太战略 他为什么讲巴泰战略 就是他需要讨好拉拢印度 来对抗中国 偏偏印度跟巴基斯坦是死敌 那印度现在所有的空军的飞机 都是第三代跟第四代 没有第五代的 F-31FC31就是第五代的战机 它有隐形的功能在里面 如果中国卖给巴基斯坦的话 那印度就要开口跟谁要F-35 美国 美国卖不卖 美国会在那边想个老半天 卖啊不卖 卖啊不卖 对 这是一个 所以中国如果卖给巴基斯坦的话 会使巴基斯坦的空军 在战斗水平上超过印度 对 那印度就会跟美国产生矛盾 所以中国有点故意 所以这是一个制衡 也代表巴基斯坦其实也看穿了 他跟中国买FC31呢 绝对会让印度很紧张 而且更重要跟中国买可以打折 对对对没错 巴铁嘛 好来WK给我下一张电视抢吗 不过最近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经济面的部分 大家说明年到底好不好过呢 这个景气 世界银行就预估了 2024年全球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2.4 蔡博士你怎么看百分之2.4 最糟30年来最糟的五年记录 好我们先分别来看区域好了 美国的经济 2024年趋缓会从2.5到1.6% 欧元区去年成长只有0.4% 已经很难看了 预计今年百分之0.7% 也是有跟没有一样 但是预测中国2024年的GDP 成长可以到百分之4.5% 中国的预测 我再来跟世界银行再较劲一次 觉得不够高是不是 不是 现在应该讲前年了 不跟讲去年 2022年 世界银行怎么说 中国经济成长率只有3% 那时候好像正在开20大 10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我怎么算中国经济成长率 2023年一定5% 就隔了没多久 到去年1月2月了 世界银行就开始修改了 对马上上调 对不起马上上调 谁赢了我赢了 好我现在再跟世界银行再尬一次 大家可以留错记录 我算过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应该落在4.9到5.4 我会这么算就知道很专业 所以比世界银行再高 对 一定是在4.9跟5.4中间 要不然我们跟在 我再跟世界银行再尬一次 因为大家都是吃这行饭 专专业的 至于世界经济成长率很差 这是一个预料的 因为欧元区 你看它预估0.7 我认为没那么高 我看不到0.5 我觉得0.5就不错了 因为我是从 我怎么推算跟大家讲 我从用电量推算 由火车的酝酿来推算 我是用这种方式反推回去的 因为你不生产 对不起 当然就用不到用电量 你生产不酿的话 你就基本上酝酿就不会增长 所以我是从这种侧面指标来推算 美国经济 真的是不好 真的不好 因为第四季美国 去年第四季 第三季美国经济成长率4.9 我当时就判断 这是靠信贷消费所撑起来的 第四季应该跌下去 果然就跌下去 所以今年大概是2.5 但是拜登的基础建设钱 大概花的差不多 今年是1.6 这个是去年 今年1.6 还是持续往下 应该不会很好 但是也有可能应该会接近2 不至于到1.6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是大量卖天然气 卖石油 卖给谁呢 卖给欧洲那些阿呆的 因为他不能跟俄罗斯买 还要继续跟美国买 这没办法 所以美国是剥削欧洲 来保持自己的经济成长率 没错 那中国有自己的动力 因为中国找到了很多新市场 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市场 包括这个墨西哥 还有在东南市场都快速成长 所以我判断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会维持在4.9到5.4 原因在这里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说 有可能你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 但经济会泡沫 但中国大陆真的是一步一脚印 因为俄乌战争 然后现在中东 红海危机 其实都造成了很多动荡 尤其这几年欧洲真的很苦 我们来看 刚才博士提到的 汽车业 中国大陆的出口量 有望超过日本 几乎是稳了 成为全球的首位 那其实主要就是俄罗斯助攻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制裁嘛 那西方国家就撤出啦 那这时候呢 你退 我就禁嘛 危机就转机嘛 中国市场就进来了 所以中国陈联会的秘书长 他也估计 中国去年200万辆汽车 出口增加中 俄罗斯贡献 出口的增加 俄罗斯就有80万辆了 所以呢 从这边来看 我们就知道 其实中国汽车 在今年 2024一定还会有 更惊人的成绩 那么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17年来 美国最大进口国 都是中国大陆 但是居然被墨西哥给超越了 但是大家就很惊讶啊 墨西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呢 然后仔细看看里面的内容 才发现 有所谓的 习产地的嫌疑哦 委员 这个不叫习产地啦 这样 这个又不像民进党 那种习产地的方法 美国很多汽车产业 都跑到墨西哥去设厂了 因为美国政府呢 有一个规定 就是呢 你从墨西哥 制造出来的汽车 如果呢 出口就是卖到美国去 可以拿7500美元的补助 可是不要记得 美国车有很多的零组件 都靠中国生产的 对 所以中国有很多的零组件的工厂 我认识好几个公司 包括台商 都跑到墨西哥去设厂 对啊 所以那回过头来 还是中国制造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中国对美国在去年的出口量 比重是大幅衰退 对 我想比重大幅衰退 可是不要记得 中国整体的出口 还是成长的 是 对 那你就知道猫腻在哪里了 美国整天找我麻烦 那很多厂商看一看 我就不要在中国大陆生产 对 我就搬到什么 越南 搬到越南 墨西哥 可是问题 我的原物料还是在哪里做 还是在中国大陆做的 所以中国大陆出口到墨西哥 大幅成长 出口到越南大幅成长 然后算不算稀产地 不太算 是不是 以民进党的定义不是吧 民进党说装品就算生产基地了 对 所以就从墨西哥就卖到美国去 你不要也这个 像美国很多车子 GM的车子 它的车灯中国做的 它的那个引擎盖中国做的 它的保险杆中国做的 然后它的驾驶盘中国做的 它的后照镜中国做的 最后贴个标签墨西哥组装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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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